哈囉,大家好,我是萊斯特 時隔兩年,蘋果終於推出新一代的入門款iPhone 我們今天會帶大家好好來看一看這一次 iPhone SE有哪些地方升級 以及適合哪些人購買 按照慣例還是要先開箱 原廠盒裝維持Apple一貫的環保政策 只提供給你手機Nightning to Type-C的傳輸線 退卡針跟說明書,還有一張蘋果的小貼紙 依然還是維持iPhone 8的外觀 4.7吋的螢幕大小 採用圓角的霧面金屬中框 搭配雙面玻璃的設計 手感沒變依舊還是這麼的輕薄 特別適合單手操作 還有那枚熟悉的Home鍵 在手勢方面控制也是一樣的 由下往上滑可以叫出控制中心 按一下Home鍵可以返回主頁面 快速點選兩下Home鍵則可以呼叫出多工的應用程式 長按是Siri 輕觸兩下則是單手模式 其他沒變的地方還有這一顆單鏡頭 再來我們來看看有哪些升級亮點 第一個是顏色不同於以往的白色 這一次的星光色是在白色的基底上加入了一點微微淡淡的金色 在光線充足的情況之下 會呈現出純亮的銀白色 而在光線稍微暗淡的環境之中 會呈現出這種類似淡淡的金色 第二個亮點是 這一次的晶片升級成了A15的仿生晶片 是一款性能超強的手機 唯獨與13Pro差在GPU少了一個核心 採用A15最直接有感的提升就是在遊戲的表現性上 我們實際使用它來玩原神這款遊戲 發現效能及穩定度都相當不錯呢 第三個亮點是這一支S13支援5G網路 是目前市面上可以買到最最最便宜的5G iPhone手機了 第四個是 拍照有非常顯著的進步 雖然說它還是一樣搭載1200萬畫素的單鏡頭 既沒有長焦也沒有廣角 在硬體不變的情況之下 但是歸功於A15仿生晶片 強大即使的運算能力之下 在夜拍的表現性上有非常顯著的提升 以下來看我們的實拍照吧 第四個是 回幅升級的電量 根據外媒拆機的結果顯示 這次iPhone SE第三代要比起上一代多出了一點點的電量 而且蘋果也替這次iPhone SE 搭配新一代的化學電池技術 有助於減緩電池的衰退及老化呢 以上就是iPhone SE第三代的改變以及差異 接下來我就來談談我認為哪些族群特別適合這一款手機 第一個是 預算有限而且喜歡小尺寸的手機 日常生活對手機的依賴度不高 不追求新手機 希望同一支手機可以使用很多很多年 那這就非常適合這一類的用戶了 第二個是 非常習慣Home鍵高度仰賴 Touch ID指紋辨識解鎖的族群 也非常適合 第三個呢 我覺得你對拍照沒有過度的要求 那這一次iPhone SE三也非常適合你喔 除了以上三點 我實在想不出為什麼不多你一點點錢 直接上iPhone 12或者是iPhone 13會比較划算 好啦這就是以上今天所有的內容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一支開箱影片再見 掰掰